之前我们都是在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所以也希望能够通过 这样的一个研讨会呢 给大家能够确立一个 正确的一个定解 这是我们这个开办这个研讨会 那么第二个初衷呢 也希望啊 借此这个机会呢 进一步推动我们这个学会的一个 文师修行的气氛 能够更加的浓郁 其实中观海外啊 有蛮多地方啊 就是说我们的 包括学会里面的也有这样的现象 导游啊 进入学会这么一个 殊胜的一个道场呢 但不一定真正的知道 它的殊胜性 经常还是会有很多的时间呢 到处在外面跑 这个呢 其实从此就是说 以这样的一个因缘 可能虚费了很多时间 那么我们希望通过 有这样一个平台 给大家一个 共享的平台 来做这个研讨会呢 也让大家能够明白 需要我们这些 知道这样的定解 是需要下功夫 好好的把心静下来 真正的再学好一步法呢 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些定解 这个呢 也是我们要确立这个 这次哈 就是说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 研讨会的一个 初衷之二 那么一个初衷之三的话呢 同时呢 因为我们 我相信今天各位在座的哈 大部分也是来自这个 各个学会的这个研讨班的学员 那么在研讨班里面 我们通过跟着法师的学习法 大家都受到很多受益 那么居士之间自己的这种展开辩论呢 其实海外学会当中呢 所以呢 也希望借此这样一个评讨 给大家提供一个良好的一个思辨的平台 从而呢 也检测一下我们自己的分析水准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呢 也是在我们的初衷之三 那么今天呢 我想这个 看了一下哈 我们今天在场的道友呢 除了美国的这个学员跟 这班的道友之外呢 还有其他国家的道友呢 来的也为数非常之多 这也是让我感到非常欢喜的 那么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借助这样的研讨会的一个成功的举办呢 以后各国呢 也能够形成这样一个文师修行的一个氛围 这也是我们的初衷之士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 最后也是有终的这个 祝愿我们这个研讨会的系列哈 这个系列的这个研讨会呢 能够开办的越来越好 那么有更多的我们的有缘的道友呢 能从这样一个平台 有利于自己相续的这个 法医 还有一点呢 也希望哈 通过这样一个平台 首先我刚刚就 这四点的希望之外呢 还有一点呢 最后呢 也是希望大家 借有这样一个平台 的护照 或者说一个抛砖引玉呢 让大家最后都倒归到 真正的实修 真正改变自己的心 从而 以这样的一个福德 的系列呢 大家都能够找日证的这个 是最重要的 所以今天的这个研讨会呢 我就 介绍大家宝贵的时间 在我们今天开始之前呢 愿我们大家 加持 愿我们今天的这个网络 成功圆满 让我们今天 所有在场的道友呢 都受到殊胜的法医 那我这边呢 就把这个麦 重新交回给 正式进入一个 非常能够的 谢谢大家 好的 非常感恩法师的开示 那个法师讲的这个 很多这个重要心目 原来也没想到 听了以后 更觉得我们这个研讨会 非常重要了 好 非常感恩法师 那我们这个 这次叫系列研讨会 就是计划的有三次 那么我们第一次呢 是这个 倾听前世的回忆 那它只要是从事实方面 百事实来讲 这个前后世的不虚 然后第二次研讨会呢 是推理前生后世 是着重从 英明的推理 也是尽量用 那个我们容易理解的方式 不用担心 一说英明的话 是不是很难 其实也不难 就从这个道理上来分析 并且呢 就是对照这个 唯物论的观点啊 其他一些观点啊 现代科学一些研究啊 来进行分析呢 说明这个前后世不虚 然后第三次的呢 叫六道的悲哀 以解脱之道 那么这一次呢 就是通过 前面的百事实讲道理 那个认识到这个 就是让我们对这个 六道轮回呢 产生更深的定解以后呢 来更广阔的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前后世呢 是包括整个六道当中的轮回 那么这个当中呢 六道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的 那在这样的一种 六道的轮回当中呢 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求 去解脱之道 那这个是第三次的这个计划 那个时间是发出去了 但是呢 这个具体的时间呢 如果要是因缘都聚足的话呢 应该不会有变动 但是如果有因缘不聚的话 可能后面的这个两次时间 有可能会调整 那我们临时呢 再通知 好那我们这个今天第一次呢 这个倾听前世的回忆 主讲的道友呢 主讲的道友呢 是袁洪师兄 袁洪师兄呢 是我们09届 哪班的家庭班的师兄 那么他现在在 14届的密法班里面学习 袁洪师兄呢 同时呢 他也是我们这个 自卑翻译中心的主意 他的一笔是非常好的 翻译 就是翻译了很多内容 然后现在正式出版了的呢 一个是上世人波切的旅途的脚印 的那个英译本啊 已经是出版了的 还有一个呢 是 那个做才是得到的英译本 现在呢 也是出版了 在那个Amazon上 也可以看到 这都是 沙方师兄 在做主意的 那他呢 也是美国西北大学的 生物学博士 在这个生物工程 基因的这个方面呢 是有很深的研究 所以呢 他来给我们 主讲今天的这个 主题呢 同时呢 也是从一个科学的 科学研究者的一个 角度来进行分享 好 那现在就把麦交给 袁洪师兄 我们一起来倾听 倾听前世的回忆 阿弥陀佛可以听到吗 喂 可以 好 阿弥陀佛 这位师兄好 听你上世三宝 听你法师 感谢法师的开始 也谢谢 慈云师兄的介绍 听他到 听不到 请说一声 今天莫学很荣幸 在此为大家分享 有关轮回的议题 首先 莫学要感谢 大恩上师 索达奇 堪布伦伯学 还有 慈臣罗祖堪布伦伯学 等在这方面 给我们许多的开始 莫学也感谢 慈云师兄 在讨论这个论题中 提供了很多 宝贵的意见 还有感谢 袁和师兄 美化了 莫学的PPT等 这个 请听前世 回忆的主题 大纲如下 第一就是讲 生死的迷思 第二是 科学界对 转世暗地的 调查研究 第三要 比对 佛教宗所说的 道理教证 最后 其次 前生后世 已上了 英国的事件 证件 莫学会以九个小标题 来进行讨论 第一个就是 生死的迷思 那这张图 是人类一生的写照 一个人从一来呱呱 坐地 经过少年 青年 中年 一步步走向衰老 最后离世 离开世间 但是人们呢 不知道自己来自何处 道理又消失到何处去 所以今天我们就以 这个 这个 生死是 这个千古以来 人类千古以来的 疑难谜题 大家就回忆说 生命是随着肉体的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 生命是随着肉体的毁坏而消失吗 生命在舍弃肉体后 还会继续存在吗 假如继续存在 那又以何种方式来存在呢 那今天我们就以轮回转世 这个观点 来讨论这些问题 是否有答案 首先我们看英文字 转世这个翻译字 有时候是用rebirth 不过大部分人 就用reincarnation 那在把reincarnation 这个字拆开来看 re就是重新再度的意思 in是进入 Carno这个拉丁字的字元是肉体 所以说reincarnation就是人死之后 他的灵魂或者精神或者心事 重新再进入一个血肉的躯体 是这个意思 那轮回转世的观点 一般认为只是印度教跟佛教的教义 但是呢 古希腊的数学家 毕达哥拉斯 就是毕士定理的创始者 跟这个哲学家 柏拉图 早就已提倡轮回说 那古代的玛雅 埃及 还有中国等的古文明 都认为死亡 并不是生命的终点 世间的天主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也都认为 人死以后 他的灵魂会上升或下跺 不过呢 最近 近代随着科学的进步 很多知识分子认为 轮回只是个宗教迷信 就像职员师生讲的 有的人是半信半疑 或者有人认为 这个只是一个世间的传闻 只是穿着父慧之说而已 那古代的盛世派 跟现代的唯物论者认为 心是依靠身体而产生的 一旦身体毁灭 心就没有了 当今科学的建立 也接近的盛世道 盛世外道的观点 为什么呢 因为医学界的研究 已经把脑的各个部位 相应的心智功能都画出来 譬如说中间那个 红色的部分 就是管听节的 因此他们下结论说 心是只不过是 电波在脑神经元 除处 也就是Synapsis 之间流动的结果 所以脑是心智的来源 近年以来脑死 也就是说 当脑的电波消失 凭直线的时候 就是判断死亡的一个 重要的标志 所以说 当面界就是说呢 人死如灯面 死就是一了百了 什么都没有了 那当然也没有什么 所谓的前后世 或者轮回的戏可唱 所以要承认 或者建立轮回说 首先我们要问的是 心是否能够离开肉体 独立存在呢 近代著名的数学家 纽曼博士的 在量子力学的哲学部分 曾经说过 人类具有一个非物质意识力 能够影响物质的变化 那诺贝尔奖得主 生物学家 约翰·艾克尔斯 绝世也说过 精神或自我意识 像物理世界一样 也是独立存在的实体 虽然居住在大脑中 有其依赖大脑的一面 但本质上 并不具备物质性 从以上的观点认为 有非物质性的自我意识 是人公认 智慧超权的学者 经过理论思考后 得出来的结果 结论 不过就现实方面 我们可以从理体经验 跟平时经验来探讨 那所谓的理体经验 一般说的是 Near Death Experience NDE 是指某些遭受严重创伤 或者疾病 但是侥幸脱险的人 他们所叙述在 死亡威胁的时刻的 主观体验 那理体经验 也就是说灵魂出窍 Out of the Body Experience 关于理体经验 平时经验 自古以来就有不少 这方面的记载 近代西方科学家 有比较学术性的研究 这是几位关键的代表人物 最上面的George Rich 他自己就经历过平时经验 并且影响他的学生 Raymond Moody Raymond Moody 写了十多本 关于平时经验的书 其中他的一声又一声 还有一个远方的光 已经成为研究这方面的经典书籍 而平时经验这个名词 Neal Death Experience NDE 就是Raymond Moody 所新创出来的词汇 因为就是这个 Dr. Elizabeth Cooper Rose 他也写过 临床经验研究过 两万名平时经验的个案 那平时经验的报道很多 因为突然发生 网络医学的这个数据部署 被批评只是一个传闻而已 所以今天我学要分享的 就是只分享一个个案 就是Pen Ramon Case 这个Ramon Case呢 他被认为是支持平时经验 非常重要的一个案例 为什么呢 因为在整个平时经验的过程中 Pen Ramon的生命体征 也就是说他的Vital Science 他的指数都被精密的 记录者 追踪者 Pen Ramon是美国德州的 一个民谣歌唱家 他在35岁的时候 头痛 又说话有问题 后来就发现脑部 一个巨大的脑血管动脉瘤 大家可以看左边 那个黑白那个照片 一个黑的就是他的动脉瘤 这个动脉是一个脑部血管 动脉血管变薄 向外膨出 就像水球一样的变变 那他这个动脉瘤的管壁很薄 一旦破裂的时候 就有死亡的危险 可是呢 Pen Ramon的动脉瘤又偏偏 长在脑干的部分 没有办法用普通的开刀方法出去 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 他只好冒险一种 在Arizona外科医生开创的一个手术 这个外科医生叫做Robert Spatler 他开创的先进手术叫做低温停泊手术 这个是非常复杂又危险性高的手术 可是Pen Ramon还算幸运 他基本上是成功的 后来他Pen Ramon康复 后来又多活了将近20年 这个手术的主要部分是什么呢 就是要把脑部的血液全部抽光 脑就没有血了 没有血的时候 那像水球般的动脉瘤就会瘪了下去 这样医生就可以安全地 把这个变薄的血管部分切掉 再补回去 所以这个手术中呢 Pen Ramon的全身麻醉 他的身体被降温到10度 这是10度 脑部的血就完全drain掉了 没有脑部 呼吸心跳也完全停止 也就是说呢 在临床死亡的定义中 当时他是彻彻底底的死掉了 可是就这样死掉的状态中 Pen Ramon却有了一个非常活生生的体验 Pen Ramon感觉到自己的 自己好像从被身体抽离出了一样 轻得好像一个大胖子 甩掉了500众的体重 这就是所谓的离体经验 那他又有autoscopy 就是看到自己的身体 他飘在手术房上 他能够浮览到自己的身体 并且清清楚楚的看到医生 忙碌的景象 这个图呢 在左边就是Pen Ramon看到的手术 手术房的景象 中间就是他躺在手术台上 那时候他看到他的头壁被掀开来 医生们在锯开他的头盖骨 他就想奇怪 那个锯子怎么好像一个电动牙刷一样 而且在锯他的过程中呢 有这个吱吱吱很特别的声音 然后他又听了一个女的声音说 糟糕了 他的这个骨部的血管太细了 这个心肺基接不上啊 后来有个男生的声音就接着说 那你就是另外一个脚的血管吧 所以右边上头这个 上头这个就是 左边就是看手术房景象 右边上面就是手术所用的锯头骨盖的牙齿 这个锯子 就跟很像Pen Ramon所描述的 就像电动牙刷 这些景象呢 还有其他的细节 还有这个他听到两位医生对话 后来也都被证实了 虽然当时候他的眼睛是被盖起来 他是全身麻醉 而且他耳朵是塞了那个 两样这个脑电 电图的这个 这个一个 一个粉色塞在他的耳朵里面 那下面一图只是 做参考 是一个锯开头盖骨的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头盖骨已经打了四个洞 要再锯了一半 大家可以看到头盖骨的那个锯痕在那里 然后锯刀呢就在下面那个中央 就像 这个 电动牙刷一样 后来呢 Pain Reynolds就觉得他离开了手术房 经过一个黑暗的隧道 见到光明的景象 又见到去世的祖母等亲人 他们之间有很愉快的沟通 也不是用讲话沟通的 最后呢 Pain Reynolds的uncle把他带回手术房 并且把他推下去 因为Pain Reynolds不愿意回去 后来这样一推 Pain Reynolds就回到他的身体 他说感觉上好像掉在冰水里面一样 这个时候呢 手术已经结束 医生们正努力的用电击 要把他心脏恢复跳动 试了两次才成功 Pain Reynolds也就这样 九死一生的回到人间了 所以假如按照现有的科学观点 人的意识是从脑神经的 生理电流活动而产生和运作的 那么当Pain Reynolds没有脑 脑波的时候 他就不可能有意识 或者任何思维 更不要说他有一系列清醒 而有秩序的认知了 在这方面 荷兰心脏血管外科医生 Pain Reynolds他在十年间 对三百多位突发性心肌梗塞 病死的平时经验 做一系列的观察研究 并且把他的结果呢 发表在全球医学界 具权威的科学奇观 叫做The Lancet 翻译成纽叶刀 Pain Reynolds 这个 对不起 Dr.Pain Reynolds 罗美尔在他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呢 平时经历与意识脱体的现象 根本就没有办法经过神经生理学来解释的 所以他下结论说 人是有一个大脑 已经没有任何联系 能够脱离身体的心事 心事在身体死亡以后 应该还会延续存在的 另外 理解经验也不一定在平时 平时死亡的时候才出现 加州大学右边这位 查德斯塔斯博士 也对心事能够自动理解的人 做过实验 虽然这样 但是科学界还有一些的 所谓的科学家 他们还是坚持用身体现象来解释理解经验 在2002年 科学权威杂志也叫自然 就是Nature 曾经报道一个瑞士神经学 科学家用电流刺激一个志愿者 使他产生了一种灵魂出窍的感觉 他们就很高兴 声称说 已经找到了控制理体感受的脑的部位了 那其他的科学报道又说 在大脑在缺氧 大脑大量分泌内咖啡 就是Androfen 或者是药物反应 或者是幻解等 也会引起类似理体 平时的基石众说纷纷 但是我们要记得 这些科学家们他忘记了 他们的实验是怎么做的呢 他们是用还有功能的大脑做出来的 不是在脑死的脑死脑完全空白情况下 做出来的实验结果 所以他们的工具有极限性 并且他们的这个 要向物质方面的理论 来解释精神层面的东西 所以他们所描画出来的 像左边这只大象 可能还不是 只是一个片面线 还不太像大象 真正的理体经验呢 在这个Real NDE的时候呢 在这个经验中的知觉倍加敏锐 像这个Pen Reynolds就说 他的听看都非常清楚 而且他的视觉 几乎可以说有360度那种视觉 那有天生看不到 天忙者在NDE 譬如有这 就是天忙者在一次那个 Trofit Accident的时候 有这个理体经验 当时他就可以看到东西 并且说手术方式 怎么有几个医生等等 所以NDE是一种非常清晰 深刻的生命体验 对当事者的影响很大 绝大多数有这个经验的人 都发生了巨大的 积极的转变 他们变得更热爱生活 并且不太怕死等等 这些都不是前面所提的 说因为药物脑部刺激 所产生的这个患解反应 而且他们的反应 就是他们所看到的东西 都是这个支离破碎那样子的 不是很清楚的 所以这两个经验 是不能相提并比的 那佛教宗有讲过这个中阴法门 这个理体经验 其实跟中阴法门 所描述的这个部分现象 就是前面那一部分 是非常相信的 相像的 中阴法门里面说 身经分离的时候 彼时出现光明要目的景象 很多有这个 这个平时经验 都看到很光 所谓的光 诸根巨族就说 看不见的可以看见 听不到的人可以听到 记住无碍之力 想到哪里 一想就到那边去了 他有具足神变力 他们可以穿墙而走 并且会有他心通 以同类天眼陷阱 比如说见到时期的亲属等等 他的心事无依无靠 漂泊动荡等等等等 所以呢 这些事情就是 这个是非常古老的佛教典籍 那现在我们跟这个 二十世纪 跟美国人的报告相比 他的相似的程度 真正令人吃惊 同时也让我们 对佛教的智慧 可以生起无比的信心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 心事可以离开身体 那么又怎么证明 心事离开身体以后 身体会找到新的身体呢 下面我们就看这些 能够回忆全身的儿童们 怎么说 世界上有很多小孩 有自发性的回忆前世 那东西方都有 包括磁城罗珠 人不屑 对方面 对这方面都做过 拒绝的调查 今天我们这里要特别介绍 是Dr.Eon Stephenson 他是University Virginia的精神科教授 也当过系主任 他在43岁的时候 有一个偶然的机会 被邀请到印度 采访这个能够回忆全身的小孩 他的调查呢 激起他极大的好奇心 后来他就终身投入这个研究 长达40年 40多年 他收集整体 还验证了3000个来自不同国家的轮回案例 当时呢 据说他一年要飞行5万个迈儿 他始终保持科学谨慎客观的态度 而且他不允许自己有自己研究 有任何宗教色彩 他发表了数百篇科学报道 也写了14本书 下面这几本就是他的代表作 其中有其父说服力的案例 那他的案例非常多 我们今天就只介绍一个case 就是Shanty Davy 这个主角叫Shanty Davy 他向其他回忆前世的儿童 会说过开始的时候 就说他这个不是他的家 他应该是住在100多里外 一个这个摩拉特城的人 他的名字叫Ludick 他说他前世丈夫是卖部的 他因为难产而弃世 当然他的今生父母亲不把他的话当真 他就自己离家出走 一些想回到自己前世的家 后来他被抓回来 学校的校长就很同情他 就问他说他前世丈夫的名字啊等等 就校长就兴趣问 结果就真的找到这个人 这个丈夫眼睛讲 他说我的确我的 以前有这个太太 她大概九十年 九十年前过世 后来他的这个前世丈夫 跟他的堂兄 有个别分别来 来到这个Shanty Davy的家里 虽然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 可是Shanty Davy一看到他们 就认出他们 而且这个知道他们喜欢吃什么东西 当时他也把难产生下来 那个小孩也带来了 儿子现在已经十七八岁了 他对这个小孩就像一个母亲 对一个小孩一样 尤其是他的丈夫问起 他们夫妻生活一些细节呢 他真的觉得这个绝对没错 这个就是我前世的太太 后来印度政府呢 当时是这个甘地当总统 他就调查一个调查小组 找出了二三一二十个人 跟着这个Shanty Davy 回到他原来的家 就是他的每一举一动 都是在被人非常仔细的观察 观察着 所以一到的火车站呢 Shanty Davy自己下来 那个时候很多人在等 就看 看系列 anyway他一看着一个人 就一下就走到一个 很老年的人前面 并且这个恭敬坐礼 为什么呢 这个人是他前世的伯伯 他是对长辈行李 大家都吓一跳 然后呢 他就带着他们 走为他自己的家 从此他开始讲话 他以前当地的方言 就是当地的Direct 他房子哪个房间在那 他都做的 讲得很清楚 对 所以他说 其实这个我们这个天井 不是有口井吗 怎么不见的呢 他们说 是的 是有口井 后来我们把它封起来了 后来他又自己 在墙角的某个地方挖出来 他以前把它私房前藏了一个箱子 都找出来了 然后见到各个亲戚 他人家问他问题 都非常可以说 都是非常准确的回答 所以这个调查小组呢 经过一年串的这个取证核实 所以就觉得这件事是没错的 正是查面无误 这个事情也就传遍了其他世界 所以这以Shanty David 这个例子来说呢 也还有很多其他相同的例子 但是呢 大概一样是基本就 就下结论说 这种小孩子对前世的反应 是一个反复出现多次的现象 而不是罕见的反常行为 当然在他调查的过程中 他也排除了这种 胡编乱造啊 巧合啊 幻想啊 或者自导自演等的可能性 最后呢 他不得不下结论 他怎么说呢 对那些比较强有力的案件 转世不是唯一的 唯一的解释 但却是最好的解释 他是怎么下结论的 那佛经中也有回忆前世的公案 譬如皮纳耶经中说 长者更嘎本家 曾在五百世中 深惰恶趣 听闻地狱之痛时 意己前身惨痛 浑身汗毛 积出浓血 尽将法衣染成杂色 这个是回忆前世地狱的时候 本来不记得 可是他听到这个佛陀讲 地狱之苦的时候 才意己前世 那佛经里面 也还有很多这个 关于意己前世 还有这个 以因我不息的公案 譬如说在百叶经 和仙音记里面 都有很多 下面给讲 来自前世的卧陰 这些能够回忆前世的儿童 他们很多前生 都是前死 或者说横死的 这样子 以这种方式离开世间 而且Dr. Stevens发现 很多 大概30%以上的儿童 都有个台记 这个台记也是 他是当医生的 所以当医生这种 骑行的儿童看起来 也是很特别的 不是平常的 所以他就很好奇去探索 所以他把这些 他认为这些台记 他下结论 这些台记是他们前世创伤 留在下面的 带过来的 也就是说 是一种八横延续现象 或者说同位台记 或者说一种骑行缺陷 这个这种骑行缺陷 不是可以用基因 而不是这个遗传因素 或者是环境因素来解释 他说有第三个解释方式 就是因为这个前世的 这个留下来的痕迹 他这个把这个调查呢 做写成一本书 这本书洋洋洒洒 有2200页 登记了225个案例 名字叫轮回以生理学 就是台记以生理残缺的 制成原因 在Princeton大学 他也发表过这个演讲 第一次发表的时候 然后因为这个书太厚了 他就把112个案例的摘要 介入再把组成另外一本 简短的书 Where Biology and Reincarnation Intersect 轮回学与生物学的交汇融汇 我写今天也没有办法提 一个一个提 现在只要举几个比较 几个例子说明一下 譬如说在右边这个图 这个男孩子叫做Hanumant Hanumant从小时候就回忆说 他前世 他前世是住在邻居村 某个村子里面 他的名字叫Maharan Maharan就下面这个名字 他前世是怎么死亡呢 他是被一个枪手 拿着枪近距离 对着他的胸膛打死了 他就当场致命 所以他一直这么说 而且他跟Yan Stephen说 你看他就是打我这里的 他胸膛里面浅色的台记 结果Yan Stephen就他说的 那个村子去找 结果真的找到说 确实有Maharan这个人 他也被枪打死了 结果Yan Stephen又到 这个乡镇办公所 办公所或者警察局 反正那边有保存 这个死亡记录的这个地方 据说还不太容易跟他们沟通 还要请他们喝咖啡 Anyway 他居然找到了 这个Maharan的这个院士报告 结果一看呢 就说也是很诧异的 或者说发现这个 这个验尸法 验尸官所写的 他当时死亡的原因 画了一个图 标明了他当时受伤的地方 就是他胸口那个地方 所以说当时创伤 带到下意识来 再看右边右下图 这个黑白图 这个人叫做Semi 他的耳朵是齐形 幼儿是齐形的 他也回忆说 他也是一个能回忆前世的小孩 他说他前世叫Selim 他是一个小地主 有这个几片田地 所以他常常那边去逛 逛完就很高兴 满足的就躺下来睡个觉 结果有一天在休息的时候 他的村人在打猎 不晓得不晓得把他看成什么 看错了 就枪就穿过他的耳朵 所以他在这种非常 非常失望 伤心悲哀的情况下 离开了人家 当然送医院是没救的 所以他说他精神展示 你看我的耳朵 就是这样子被打中的 所以他耳朵是齐形的 这也是可以查到细路 那上面这个图呢 这是一个女孩子 叫Jacinta Jacinta说他前世是一个男的 爱打架 有一次跟他伙伴 斗来斗去的时候 有人就拿着一个棒球 蹦把他脑袋打破了 结果送到医院的时候 那医生要赶快把他的脑补起来 当时大概也是出血很多 就用纱布 把他的头这样绑了一圈 当然是没有救救 就死亡了 结果他精神伸出来的时候 头上就偏偏有这么一圈 这个台记在那边 就像孙武峰的这个锦头孤一样 据说这个 据一样Steven的解释 就是很可能就是前世 这个临死的时候 看到他自己身体的创伤 而留下的伤痕带到精神 这个据说他 七八岁看到他 后来五六年看后 他的那个八岁还在 所以这个大概是 永久拿不掉的 这个生命的落影 那这个怎么来呢 为什么前世的这个心 新的这个创痕 可以反映到这个身体呢 那我们佛教中也说 万法为心为事所限 其实这个例子我们在中国也有 我们听过这个画马的这个造成 他 他画马很有名 他画了一系列马 最后一只马是要画马跌倒的 可是他怎么想怎么想都想不出来 后来他就 左思右想睡不觉的时候也想 一直想 可能就是大概马摔跤就是这个样子 他太太也想休息 一把这个床打开 怎么一只马躺在那边呢 吓唤大叫一声就昏过去 后来赵长醒过来知道原委 就想糟糕了 我明明是躺在那边呢 怎么是变成一只马呢 所以这个就说 有师父跟他解释说 因为你想马 你某马的心境及形状 到了入神 到了极点 那就不知不觉就变成马了 赵长一听 那不行了 我天天想马变马 那我还不如来画菩萨 所以他就以后改变画风 据说是四十岁那年 所以他四十岁以后就找不到画马 也不画奇葩的动物 就画佛菩萨的形象 我们也是说念佛义佛 事情做佛 也是这个意思 那不只是这个身体的疮痕 其实呢 我们的前世的智能习性 都会传到今生 或者传到下世 像我们的习惯 爱好 技能 才华 性像等等 都是前世累积出来的 那所谓的天才儿童 比如说数学天才 或者莫扎特等神童 其实也不是今生就会了 也是前世累积 那这个缘分呢 法国总统跟他带的缘分呢 那也可以说是原定三世 也不是今生的 所以他们今生才 接生这个 夫妻 也是因为前世的因缘 可以这么说 那这个回忆前世 是不是只有这个小孩子才能回忆呢 那也不一定 刚刚提过 我们也知道 这个大德们在打住的时候 也可以回忆前世 也可以有有理体经验 但是在催眠经验呢 催眠术呢 也可以帮忙 揭开这个前世的经历 催眠术 大家大概也听过 就是让病人进入深度安宁的心灵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呢 病人可以回忆早期 他现在已经忘记了 但是在这种状态 他可以回忆早期 比如说小孩子的时候 受过虐待啊 或怎么样子 那有时候病人会不小心的 就回到回忆到他的前世了 当他们回忆的时候呢 就是重新经历当时的恐惧与痛苦 但是经过那种恐惧痛苦的状况后呢 他们这个一般医不好的病 或者是很难以化解的人际关系 就这样化解掉了 病也医好了 而且他们在回忆前世的时候 有时候会说出 还没有学过的陌生 或者古老的语言 所以这个 也是表示说 我们的这个心事 不是只有这一生 所以这种叫做 前世回溯疗法 Past Life Regression Therapy 这也是相当 知名的一种疗法 前居者呢 有Dr. Helen Robert 他做过1000个Case 然后台湾的陈胜宁医师 台湾医学院毕业后到美国来学 他也是 写了 对病人做了很多的催眠 写了两本书 包括生命不死 在美国最知名的 可以就是Dr. Brian Weiss Brain Weiss是耶鲁大学的 这个医学院毕业 他做过的 Miami这个Monsignal Hospital 这个心理科的主任 所以这些医生们呢 他们都是正统的 科学训练的学者 他们对轮回一无所知 也毫不相信 可是呢 他们这些 在毫不相信的情况下 轻轻楚楚的看到 他的病人可以回忆前世 所以他们也不得不 开始相信 不过很多人 当然这个回忆疗法 也有些不是很正确的 这个现象 而且有很多人 也是半信半信 比如说 Brain Weiss就说 他有个病人 Kathryn可以回忆起 他在埃及时代那个时候 或者这个中国 这个中五世纪的时候的事情 人家听了是天花乱坠 你说这个梅根梅理 梅根梅理 我们怎么相信呢 所以目前这几个例子 是经过考证了 这个催眠的 这个例子 这个病人叫做Bruce Kelly 他是个美国人 他有一种Clastrophobia 就是说他害怕这种 窄小的房间里面 他有这个严重的水恐惧症 从小就不肯在这个 一房里洗澡 甚至喝水的时候 他都会有时候 精神叫起来 所以他大幅度影响他的生活 几乎没有办法正常生活 后来就找了这个Dr.Rick Brown 来经过催眠树来治疗 经过几次的治疗的时候 他有一次就回忆起来 我前世是一个潜水艇的水兵 我的名字叫James Johnson 吉姆 他的潜水艇叫做鲨鱼号 是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在这个马来亚附近 这个巡逻的 有一天就是2月11日的时候 他的潜水艇被这个日本的这个战舰发现 就发了一个鱼雷 当时这个James呢 他没有当班在这小房间里休息 第一次这个鱼 第一颗打来的时候 就觉得 这个潜水艇开始摇晃 知道不妙 就赶快去找这个救生医 可是救生医还没找到的时候 第二个鱼又打到了 这个时候就打到了这个潜水艇的要害 这个水呢 就像台山倒海的这个冲进他的小房间 他当时就在极度恐惧的这个 状态下而淹死了 当那个Bruce Katie回立这个情况的时候 他这个手就要空中乱刷 而且这个身体滚来滚去 真的像被淹死的样子 非常害怕 那医生就说 你不要怕 这已经过去了 那经过这个治疗 他的病况的空随症也就消失了 那那个Rick Brown就跑到这个 James Johnson这个人的 原来这个 这个住的这个那一周去找 果真有这个人 然后他又跑到美国军方的历史答案上 嗯 也在1942年是在马来 马来亚那边附近的 也是有被日本这个鱼猎打中 而坏掉的这个情况 全船的水兵 这个都已经死亡了 所以呢 这个Bruce Katie呢 他不可能在美国答案 当时也没有什么internet 其实这党也是看不见的 不是随便可以看见的 所以说这个可以说 他不是说谎 也不是凭空年少的 他的的确确 以前就有这个James Johnson的人 而且他的死亡原因是导致他精神水恐惧的原因 所以可以了解 这个催眠症是也有他的道理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 依靠催眠催眠术呢 可以就像一把钥匙一样 可以打开我们这个生存的记录这个资料库 我们的database 让我们读取相关的讯息 那辞职罗子上次也解释说 我们五死以来 众生的种种习气所造的业 都是聚集在阿赖业史上 这些习气通过不同因缘的引发 就会在潜伏的状态下 苏醒过来 就是所谓的回忆 也可能在催眠时发生 当然这也间接地说 这个我们的心事绝对不是今生 因为父母这个 今晚而有的这个形式 而是已经有很多很多的前世 那在据舍论里面 也有这个注相作义修法的回忆前世 中高八大师与阿底峡尊者有依靠梦境 认知中阴或回忆前世的修法 刚刚提过 大德们依靠前地 也是可以得到宿命头 另外介绍一些这个意识 心事离开身体的 是这个还魂以千世的case 在西藏有所谓的环魂师 叫做Delak Delak是怎么样子呢 就是说他们有时候 他心事可以离开身体 大概几天 就好像死了一样 结果呢 他们是到了中阴的 阎罗的 阎罗王的世界 他们有时候会带一些 王者的口信过来 而且都很准 然后转告给生者 以前在美国早期 弘法的 查图图古仁布雪 他的母亲 Deva Droma 查图图古仁布雪 牧雪也一直过 他的母亲叫做Deva Droma 本身就是Delak 他并且把他的这个经历 环魂的经历 写成一本书 就是说他在中阴看到的景象 这个言诺境界见到景象 然后另外一个case呢 也在中阴在在那个 也是巴都也是 在布丹也是一个真实故事 被拍成电影 诸位有时候可以到YouTube看一下 虽然他的话我们听不懂 但是我们绝对是可以看懂的 就说他离开他的身体 他不知道的已经死亡 人家都不理他 他尤其看到燕工的时候 很多这个鬼界的终生 就来来吃燕工 然后他看到大家家里人 在喝奶茶的时候 也不导给他 那看到他们走过来 打招呼的时候 他们就大摇大摆的 从他身体就这样传过去 所以这也是相当有趣的这个case 然后这个心智 前往另外一个身体 也就是附体现象 有时一个活人的身体 可以被别的心智所占据 所以这个躯体是还是一样 可是他心智已变了 讲话的声音啊 这个情绪啊 什么性格 什么都变了 也解释说 这可能是一种艺术古报 这个我们也常常听到这些故事 还有一个就是夺舍法 就是所谓的戒施还魂 这个外道也有这种修法 那大一是马尔巴的儿子 达玛多德 他在骑马的受伤 奄奄一息的时候 就修这个舍法 先把他的绳子转到一只鸽子上 然后征照他父亲马尔巴的这个指示 飞到印度一个地方 找到一个十三岁 刚刚死去的这个男孩的身上 就这样借尸还魂 他也因为这样子而立了很多众生 那我们再提一下 从旁生道跟人道父亲转生的case有没有呢 我们刚刚也提了一些 那这边再稍提一下 我们都学过前行 那里面讲了好几个故事 其一个就是 左边这个故事 就是有一次木剑林尊者 出去化缘的时候 到一个人的家里 这个人家里 外面有个池塘 结果他看到呢 有一个人在吃鱼 怀抱里抱着baby 他旁边有一只狗要跟他抢鱼 他就把骨头丢给这个鱼 然后踢他 这个木剑林尊者就发出哀叹 他说口食腹肉打其母 怀抱挤杀之怨愁 妻子啃食丈夫骨 轮回之法成妻 因为这个人的父亲呢 很爱吃鱼 天天在那个小池塘打鱼 所以他就转身为鱼 他的母亲呢 很眷恋他的家 死后就转身为狗 天天来看他的家 那他的妻子 有个男朋友 也是被他撞见 他一气就把他的这个 情敌杀死 这个他的男朋友 很怀念他这个气 就转身 转身到他的肚子里面 然后也是这个 淘寨 当他的儿子 所以这个木剑林尊者 才有这样的感叹 然后呢 志工函世 有一次出去看到婚礼 看到这个 现象 他也发出探言 为什么 他看到这个孙子 他说孙子娶祖母 原来这个祖母呢 去世的时候 这个孙子才三岁 祖母担心他 孙子没有人照料 所以就 今生就转身为这个女孩 当他的妻子 来照顾他 朱阳康上座 前身的朱阳 现在就变成这个亲属 那以前的金属呢 六亲锅里煮 母吃 女吃母吃肉 只打腹皮骨 重难来喝血 我看真是苦 这是轮回的闹剧 这个有天眼的 这个大师们 是可以看出来的 那我们看不出来 那今生到底 有没有人展出身的案例呢 在佛陀时代 就有一个牛祖比丘 佛陀说 知道他是从牛转身过来 他有黄牛一般的脸型 还会反除 那这个也有报道说 有一个叫穿山甲人 张世美 我可以努力看中间这张图 下面是一个手 他的皮肤 这些case是说 他的父亲呢 有一次在田里工作的时候 看了一个穿山甲 就突然想把 抓起来 可是穿山甲 钻到洞里 他就跟他的家里人 他太太在洞口起火 可是穿山甲也没有跑出来 他们只好失望地回到家 后来 他的太太生个女儿 他们一生下来 这个女儿 他的妈妈看了就昏过去 为什么呢 这个女儿 这个baby呢 全身都是像这个 皮肤非常奇怪 就像 就等于像穿山甲一样 没有头发 牙齿向外爆出来 眼睛是倒掉的 没有眼睛 所以这个村人生了 这个怪物 本来想他杀死了 上面就把他藏着 把他养活过来 这样子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手的皮肤 即使带去给医生 看医生说 这个没办法治疗 这是一种 也可以说是果报吧 然后呢 左边这张图是一个baby 他的手很像这个猪的形状 当然也可以 医生可以说 这是一种奇形 那右边呢 是一只猪 也许看不太清楚 大家看那个手指的下面 那个猪的手 猪体呢 很像人的手 这个是近几年来的一个报道 这个真正情形 不了解是怎么样 不过呢 很久以前 这个民国前 有一个报道 说一个罪孽深重的人 快要死亡的时候 碰到一个油水针 那个真人就说 不好了 你这个罪孽深重 你会转身为助 赶快跟这个礼拜佛吧 所以他就伸出一个手 做拜佛状就死去了 结果邻居伸出一个猪呢 其中一个手就像人手 平常也常常做拜佛状 所以他们就把这只猪 放到寺庙里去放生了 这是一个人有猪手的这个状况 可惜那个照片不是很清楚 不能跟大家分享 听不到吗 喂 OK 好 不好意思 目前把麦放进 听不到再跟目前说一声 那西方有没有这方面的报道 是有的 好 我现在提这个 Dr. Jim Tucker 刚刚提过Dr. Ian Stevenson 在University of Virginia Ian Stevenson过世以后 Dr. Jim Tucker 就继续他这方面的研究 不过他主要是研究美国 这个美洲这边的case 他其实也找到不少 这个美国儿童 可以回忆的前世 回忆前世的例子 小孩子可以回忆前世的例子 他也写了好几本书 最近有一本书叫Return to Life 就是说有一个男孩子 可以回忆他前世是一个蛇 那另外有人类学家 马里尔博士 他也做催眠治疗的时候 有的病人回忆他是动物 很清楚日中里面说 最新说我而止我 赤言我所执所法 如水车转 无自在 也就是说我执就是轮回的根本 众生 就是我们有无名而产生的 我跟我所执的观念 因此而产生的无量的烦恼 出现出一切生死的过患 那众生现于三界六道中 就像水车一样转 轮转不休 毫无自在 那前经里面也是说 轮回就像密封 在一个封口的瓶子里面 只能在瓶子中飞来飞去 飞不出来 这个就叫轮回 那佛陀也说过 不管任何一个生命 都有无量无边的前生后世 乃至获得佛果之间 一定会一直流转在六道之中 那心跟身体的关系 就像旅客和旅店一样 身体消失毁灭 这个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死后呢 心是会迁往别处 无史以来我们拥有无数的身体 就连当过小蚂蚁的身体堆积起来 也会比虚米山还高 在这张图里面 无数的这个圈圈中 我们的今生就只是其中 小小的一个点而已 我们曾经这样轮回 假如不做任何事情 我们也会这样继续轮回下去 那又是什么另一样的牵引 让我们找到新的旅店呢 让我们找到碰到同行的旅客呢 这个论言经里面有两段话 就把这个真相点出来 这里说 如爱我心 我怜如色 以世因缘 今百千节 常在残妇 所以一家人的恩恩怨怨 纠缠不清 生生世世 父亲 父为父子 母女 夫妻 兄弟 姐妹 或者还有宠物呢 不断的变换角色 不晓得延续了多少生 另一方面说来 这边说 任言经也这么说 辱负我命 我还辱债 以世因缘 今百千节 常在生死 所以严家债主就在这种情况下 欠命的还命 欠债的还钱 生生世世相互的来轮转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妨自问一下 来世 我会趋向何方呢 我们无死以来求其的这个习气全部聚集在阿赖耶士上 这些当因缘聚合的时候 果报就会现前 也就是所说的 假使百千节 所造叶不亡 因缘会议时 果报还之说 比如说墨学在左边 他的这个小插图 是在西伯利亚的科学家 他挖出来 在冰河时期就存在的种子 这些种子经过这个放射性碳定年法 确定是三万两千年的种子 挖出来后 经过栽培 他还是发开化结果 所以无情法尚且如此 何况是我们这个心里呢 自己要好好想一想 那四百论中也说 于此大苦海 必见无边际 渔夫成此中 云和不生味 我们现在听到这么多 心事流转跟轮回的故事 好像是别人的故事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轮回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 一定也会发生到我们身上 我们一定会死亡 一定会患过身体 而且这个时间很快就会到零 难道我们还不害怕吗 而且我们反复的前途也不是很乐观的 百论中也这么说 第二个教证 由于诸人类多持不善品 以示诸一生多多于恶趣 地上恶叶熟 为见为烦恼 恶圣者观三摇 等同被宰出 所以呢 由圣者看来 我们都像在排队 等待被宰杀的牛羊羊 那我们找找看吧 这个图里面的六道 哪一个就是我们的未来的旅店呢 嗯 我们可以自己 叫仇伎俩 或者说 转生到三恶道的众生 如同地上的泥土一般多 而转生到善气的 就像手指下的泥土 这么一小撮 所以从这个很简单 统计数字上 统计学上推善 我们将来大有可能转到地 感受寒热的大苦 第二轨道的饥渴苦 旁生到的意识苦 即使转生散道 也会有阿修罗的争斗苦 天人的死堕苦 还有人类的生老病死苦 即使有佛宝贵为女王 到最后也是免不了的 所以我们要觉得非常的幸运 我们有机会学到了佛法 知道怎么样 准备我们的未来 我们也要恒常学 无过光尊者法愿 愿我乃至生生世世中 获得既足弃德之善去 愿我出生立即无一正法 既有如理修持自由 这样来生 我们或许就会转生 像在中间这个快乐的小喇嘛一样 那今天把这个所讲的做个结论 所以从现象上来讲 轮回是宇宙人生 整体的生态系统的流程 轮回就是我们生命的剧场 我们探讨了现代精神医学 心理学 看到跨越前世今生的临床报告 也学习了佛教对这三方面 这方面的教证与理证 希望经过这次的讨论 我们会强化对前世今生 以因果不虚的世间认见 更强化 这也是上次再生强调的 那知道前世因果也是很重要 因为不知前世 前生后世的话 就会金中所说的 无见后世 无恶不躁 反之呢 假论明了了三世因果 就能化解恩恩怨怨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的生命是极其漫长 就像在演非常非常多集的 这个连续剧 然后呢 知道三世因果 我们也知道 宿命可以有转机 我们不要一直埋怨 我们这个是 这个 我就是前世来的这个宿命 因为过期的业因 跟我们当前的抉择 都会同样影响 我们未来生命的开展 而且呢 人也不在死来后 才去轮回的 当下就是轮回 我们每一分钟 每一秒 都在处在轮回的系统之中 心一动 就会造业 就会有结果 那知道有三世轮回 知道也帮助我们学法 因为知道了 了解了轮回无始无终 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 所有的众生 曾经是自己的父母 这样才能够发起 真正的菩提心 那勇家大师曾说过 梦里明明有六趣 劫后空空无大千 在做梦的时候 确实好像一切万法都是存在的 但实际上这样的显现并不存在 梦的本性就是空性 本体就是空性 同样的道理 三界轮回的众生 是正在空性当中显现的 一旦觉醒或者说 正悟新的本性的时候 原来所谓的三界轮回的显现 根本就不会存在的 然而假如我们没有从 轮回的迷梦中醒来之前 这些苦肉的感受都是无期存在的 所以我们应该努力祈祷上师三宝加持 让我们转迷为绝 可以正得诸法在事实中有如梦的显现 但是在圣域中 极灭一切 无有细论 我们对轮回的真相与价值有了正确的认识以后 我们就要超越轮回 进了不畏轮回 不舍众生 我们也自卑双愿 身真是是 愿行菩萨道 目前今天就讲到这里 感言上师三宝的加持 也谢谢诸位提听 让我们再继续讨论 谢谢 阿密特佛 好的 非常感恩 袁洪师兄给我们这样一个精彩的 一个全方位的 又非常深刻的这样一个讲解 真的梦学听了这个过程中 心里头也是触动是很大的 特别是前面讲的这个轮回的势力 然后也是用佛法的这个道理进行诠释以后 真的是也是心里头非常触动的 感觉到这个不光是别人的故事 其实自己也是和周围的身边的亲友 亲戚朋友 也都是在这样的回当中 过去一直轮转到今天 那么如果没有企图还会继续轮转 好 那下面这个我们就 好 那个连接的话 好 感谢杨恩师兄 那我们这下面是这个自由讨论的这个环节 我们现在是卖序模式 因为人比较多 所以我们用这个卖序 所以呢 也请到有没有能够上卖 来提问 也可以分享 也可以谈一下 自己听了的这个心得 那现在欢迎大家来上卖 或者如果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用打字打在公屏上也可以 没有录像 默契还很可惜 就不知道怎么录录像 但是这个PPT和那个录音是有的 好 那我们现在欢迎到 你们提问分享 如果没有道友的话 提问就是默契先抛砖引玉吧 提一个问题啊 看少光师兄或者其他各位道友 都可以谈一下 那刚才袁洪师兄呢 也是提到了 我们这个转生的 转生三二区当中的这个机会非常多 但是呢 就是说从这个轮回回忆前世啊 或者催眠回忆前世啊 这些案例来看 好像很多的这个例子呢 都是转生于人的 而且是不止医生当中的 在人当中转生 那这样的话呢 是不是和佛经里面说的这个 人生难得 然后很容易堕入三二区 这个是不是不太符合 看沙龙 袁洪师兄啊 或者其他师兄怎么来解释一下 对 可以听见吗 一方面也可以说 当然是说从我们很 比较狭窄的观念来说 就是这么 这个一两身或者十真的看 这个好像这个频率很高 可是要知道我们这个生命无始无终 有这个无数的生死 所以这个即使是碰撞到的 也是是一个几率而已 而且他们死亡的状态中 是以非常大的这个 撑心或者是这个 非常激动的情绪下 这样子死去的 可能就有回来想要报复 或者是某种这种心念 可能这种意念就推使他们 再度回遍为人这样子 不过也可以说 并不是世界上每个人都 回忆他自己的前生 虽然说这个case很多 毕竟对世界的人口比例上说来 还是很小的 不晓得什么 其他事情还有其他理解 阿弥陀沃莫吉就说这么多 好的 非常感恩杨红师兄 对就是回忆的毕竟占少数 是吧 没回忆的话 有多少能够是从这个 可能很多都是从恶气里来的 还将去往恶气 好那看其他道友呢 我看有一些道友在公平上也发了一些 那个问题 嗯 有一位道友说 想问全麻的时候 可以看见自己在下方的身体 那么到底是什么在轮回 看到全麻跟轮回没有关系吧 因为当接过这个麻醉手术的时候 有时候会把脑部这个special 就是决定这个空间的距离 这个感受 这个区域有点混乱 所以你可能说你看到他的脚 其实呢你这个case跟那个瑞士的医生的他做的实验很像 他就是把这个电击刺激在脑部的某一个部门 那个病人说啊我看到我的脚了 然后不刺激说啊我没有看到我的脚 所以他就这样发表一篇文章 认为说只要刺激某一部分 自己就可以看到自己的身体 所以这个只是因为我 我就觉得这可能是因为这个药物跟麻醉的作用 使你的脑部的这个 决定这个前后持续空间的这个 这个perception 改过 一下子可以说这个一种一种迷乱 使你看到 这样子 那我们看公平上也有不少问题 其实大家都可以自由上来来讨论一下 公平上也有些问题 我们可能也尤其是辅导员师兄 也应该可以来谈一谈自己 怎么解答这个导演们的这些问题 阿弥陀佛 墨学想请教师兄一个关于贫死经验的问题 那像前段时间墨学看过一段电视辩论 他是有几位科学家 还有您提到的那几个作者 大概是六个人 他们在辩论 一个人就是支持死后有生命的 另一方是支持 就是说死后就一切没有的 那最后评分的话是观众来评 就是他评的是说 观众在听他们辩论以前 是否相信那个死后有生死 然后之后有什么变化 结果最后是那个 就是不相信死后有那个生死的 那方是获胜的身上 然后他们获胜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他们认为就是说 你怎么样证明他这种死后的经验 不是在这种化学反应情况下 就是说诱发出来的 就是我想我听听师兄怎么看的 就是你那个near death experience 与你当时身体经理系列的 这种生理心理啊 化学物理的这种变化 那怎么知道他不是幻觉呢 阿密特佛感恩师兄 其实这个答案 我们可以从这个 Pen Reynolds 的 case 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所谓的化学反应 就是身体还有这个metabolism 就是说尤其是特别是脑部 一般认为这个心智就是这个 这个electric current jumping hopping through the synopsis 所以当时他那里可以反问 你怎么知道有什么化学反应 是不是 就是说你这个完全死亡 就是说生命的迹象 第一我们要回到你怎么定生命的 生命的迹象就是说 有脑活有心跳 这个最重要当然是脑活了 心跳等等 这些都没有的情况下 那你还怎么来说有生命呢 怎么知道说 这是一种生命的这个化学反应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个也是很难这个测的 因为这个心是一种 可以是一种不是物质的东西 那刚刚莫学也提过 这个瞎子摸下那个case 不过莫学觉得这是好现象 科学家们一直想去反证 这个case 那可是佛陀说的话 很多都被科学家 这个证明了 比如说色不一空 空不一色 量子力学就给我们很好的答案 那佛陀很早期就说 这个胚胎的发育情形怎么样 最先是什么形状 或者什么 结果跟后来医学发现的 这个胚胎学完全是非常非常相近 所以科学的发达 说不定他们以后找到某种技术 有种工具 可能反而会来印证这个佛陀的学术 那在这方面我觉得 可能是这个佛教界 或者说科学界可以做某种程度的合作 这样子或许可以解答 不过就说真的说 没有东西你怎么去知道呢 是什么样的发现 那你可以拿出发现反应来吗 目前好像还没有这些的例子 科学家提出一个 那平子均匀就拿出五个 把他的这个说法打回去了 这样子 不想其他辅导员 什么 那俩的 你可以说话了 你怎么知道我可以说话了 现在莫学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可以的 当然了 请讲 莫学感觉这个轮回呢 有没有可能不是按时间顺序 比如说我要是再轮回到下一世啊 不管是成为恶趣还是什么 是这个按照时间顺序的到下下一个十年二十年 还是可以回到古代去呢 比如穿越一下什么的 可能因为自己造的恶业或者什么 会不会给给搞到什么集中营里面去 反正就是说不一定 非得是按顺序 往后走 可能还是往前走 会不会这样呢 师兄说的就像time machine一样 是不是可以回去 可是当然是说 也有人说 平时经验是超过我们所知的空间维度 跟时间是完全跟我们不一样 但是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证明 但是从我们所知的范围里面 我们这个心跟这个身体是能一所一的关系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这个身体可以来所一 即使你说你 不像您说的是说在这个外界的空间呢 或者是已经过去的唐朝这种历史 你说要回到那个地方 可能在目前觉得目前应该不会有这个情况 因为那种环境已经不存在 这样子 不晓得支援师兄或其他师兄有什么看法 对 墨学很赞同 就是过去里已经不存在 因为我们这个所谓的时间 时间是过去里已经过去了 那么我们再投生的话 肯定永远是在未来 那未来的话呢 你投生到一个时代 那么这个时代呢 可能跟以前有相似性 那这个是有可能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仪式当中呢 就是比如说在这个 就是人类的历史 有时候在某一个阶段 可能跟以前有一些相似性 但是呢 那你投到这个时代 可能人们的习惯啊 爱好 可能跟以前某个朝代是一样的 是相似的 但是呢 实际上还是投到这个未来 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嘛 就是时间之时 这个在科学家 他们也是承认这个时间 实际上是单方向的 那个佩曼罗 没有他也假设过 这是他假设 就是说大家可以记得这张图 就是说我们的心事 就像这个 等一下 就像这个电流一样 空间的电流一样 一直在 这里 在空 在这个 就在里面 就像我们的现在很多 我们的这个天空里面 有很多的电磁波 可是为什么有人的手机 就可以接到 就是有相应的这个 就可以接收到这个信息 那他就说这个心事在外面 就像这个电磁波在外面 可是你要有一个新的电视机 或者手机来接收这个信息 那您说这个过去的这个唐朝什么的 他们这个载体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就说 即使心事存在 也不可能回到这个 已经失去时间历史的这个载体上 这样子 刚才前面一位 前面一位师兄提的那个问题 墨学还想稍微谈一下 抛砖引玉 就是说这个辩论当中呢 说怎么知道这个离体的体验 或者冰死的体验 不是化学反应造成一种错觉 这个墨学的看法 是通过比如说刺激神经 产生幻觉 那这种情况的确是有的 好像前段那个也有这样子吧 应该少光师兄刚才也讲到了 就袁洪师兄 说是在实验室当中 人们通过刺激脑的一些神经 一些特殊的部位的时候呢 能够引发它产生一种身体 好像脱离了这个 心事脱离了身体的这种幻觉 那这个是这样子的 其实呢我们这个假的这个幻觉呢 和真的其实都是可以同时存在的 有这个假的这个错觉啊 这种幻觉呢 并不能够说明真的也不存在 就好像我们现在 这个你要看书店里面的很多书 那么有的是这个完全是幻想出来的一些小说 但有的是这个计时的 那这些都是有的 不能说因为有一些是编造出来的 那么所有的这些书全都是编造出来的 就是不能以那个以偏概全的 那么其中哪些是可以证明是真的呢 比如说刚才袁洪师兄讲的那个 Pengreno 就是他做脑部手术的这个 他因为当时漂浮在空中的这个呢 这个时候呢 他从他的空中的这个角度呢 能够看到下面的这个全景 那这个全景呢 他描述出来的都是跟当时的这个情况是一样的 而这个呢 如果你要是通过一些化学反应或者刺激神经 它产生幻觉的话呢 他不可能看到跟事实一样的这个全景 因为他必须得站到这个 真正的你到了那个天花板下面那个空中往下看的这个角度 你才能够看到 但你如果刺激出了幻觉的话 是不可能真正的符合实际的 所以呢 其中可以说是有这个幻觉的 但是呢 这绝对是不能够排斥这个事实的 阿弥陀佛 刚才莫学忘了讲一件事 就是说这些离境经验或平时经验的 他们不只看到在这个手术房里的东西 甚至他们漂到走廊上的时候 哪些人讲的什么对话 譬如还有人看到在某个地方楼梯口 有一个有这个tennis shoe 这些假如是在当场在这个房间里面 就是幻觉看到的东西 或者只是幻觉 幻觉一般也是说奇奇怪的影像 他们是不能看到或听到在手术房外面 或其他地方的影像 除非他有这种心事 已经漂流到那边去了 这样子 阿弥陀佛补充这一点 好的 感谢师兄补充 阿弥陀佛看华丁专门 师兄在卖下 那请您讲 没有声音 华丁专门 师兄 对不起 刚才忘了开卖 各位师兄好 我谈一点我的看法 就刚才这个话题 首先呢 感谢袁红师兄 对这个轮回的一个分析 同时也做了这个 就是用了很多科学的案例 来说明轮回的存在 主要也是因为 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人们呢 比较相信科学 可以说很多人 他是迷信科学 这样的话呢 就不得不用科学 来做一些诠释 实际上科学和佛法 远远不可以同日而语 因为佛陀所用佛眼 所看到的这个世界的真相 是科学完全不能够解释的 就是说 至少就是当今的科学 是不能够解释的 但是呢 这个刚才也讲 那两位 呃 两位科学家呢 做出了一些 呃 调查实验 好像验证了这个 佛陀讲的话是正确的 但事实上呢 他或者说是 呃 冰山一角 或者说是 沧海一树 实际上都谈不上 只能说是一个相似的结论 就是说 轮回的现象 是千真万确的 是佛陀用佛眼 看得非常清楚的 呃 那么就是说 短短的这个 呃 呃一个演讲也不可 不可能把它都 呃面面俱到 不可能讲得非常的 呃 非常的这个 透彻了 呃 但是呢 就是我们要知道的一点 就是说呃 呃 就像科学院的院长朱世青说 当科学家千辛万苦地爬到顶峰的时候 呃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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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一个小儿科 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小儿科 但是呢就是说 呃应现在众生的这个 呃众生的这个 呃众生的这个怎么讲 呃现在众生的 呃业力也好 或者众生的呃 这个心理趋向也好 只能是用这个科学来做一些解释 那么对于不幸轮回的人来讲 呃 因为这样的案例少 为什么少 就是因为 众生的业力很 就是是呃 转身成人的机会本来就很少 就是说我们现在 呃六十亿七十亿的人口中 来是能转身成人的这个几率 可能连百分之一也不到 大部分的人都要堕落到其他的这个 这个恶趣 这样的话呢 呃在这个中间能够回忆前世的人 自然也就更少了 所以说 这些就是我的分享吧 就是说 希望大家就是说 不要把科学当成是一个唯一的 呃 一个一个分析的一个工具 或者说一个目标 呃科学很多东西是做不到的 所以说他只能做一个参考而已 好 谢谢 嗯好 这些师兄的分享啊 对 其实因为 因为很多人比较相信科学 所以我们拿这个做参考的话也很好 呃那然后我就看有有的道友说 比如说你跑到空中当中看到那个身体在下方 那么到底什么是轮回 然后刚好看到下面有师兄也问到 说是我们这个轮回的本体是什么 是身体皮囊还是心识 呃其实就是一个心识 因为我们这个心识是真正你能够呃明明确确的感受到所有外境的 你飘在空中的这个呢 其实这就是心识的体验 心识的明智 而不是说这个轮回的身体 所以他能够呃这个我们活着的时候好像心识似乎是在身体里面 然后死的时候呢 身体似乎可以飘离这个呃 心识飘离身体 那他反过来能够看到这个身体 所以真正的能知能看的就是这个心识 这也是我们轮回的主体 嗯 好那我们下面呃是 嗯下面这位大友 呃那您再卖上请讲 没有声音 好呃我想分享一下我的一点认识 就是呃我觉得刚才那位道友呃说的我并不是很认同 因为我认为呃只要是这个能够呃去求真知啊 去呃证实真理的方式我们都应该去采用不论是科学还是佛法啊 呃然后这然后我还想问一个就问题问一下这个两位师兄呃就是说呃这个有情和无情的这个界限在哪里 就是是不是病毒还有细菌这一类啊生物它就可以算作有情还是算作无情 谢谢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看那位道友可以解答一下 就空师兄要不要来分享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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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问题以前好像也有人问过吧记得上神波切也有那个解答 说是这有情无情的差别就是在这个有没有五蕴剧 五蕴剧的话呢呃就是其中包括星石 那么呃呃 pudding使呢那么呃那么呃呃ub 那那个病毒它到底屎不属于呃呃呃呃呃呃有这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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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我们的角度来说还是不太容易看的 那应该也许有一些是有 但也不一定吧 因为这个如果说单独的这个病菌病毒 或者说植物呢 他们都是有从生物学角度上来讲都有DNA 但是呢这只不过是它物质的这个方面的 但是呢具体它有没有新时的话 还得要看它有没有这个新时方面的表现 比如说我们一般来说 众生的新时呢千差万别 但是共同之处就是求乐必苦 所以你只要看它有没有求乐必苦的这种反应的话 也大概都可以推测出来 所以目前是觉得一般这个病毒的话呢 它可能不一定有这样的反应 所以也许是没有 细菌的话可能也有不一样的 有的大的有的小的 也有的像酵母菌啊 像这个其他的 可能也许有的是没有 也也有的是有 比如说有的那个微生物 它也有这个 也有这个反应 就是如果你碰触它 它也有这个 就就是好像躲避的这种反应 当然这个的话呢 我们这样的推测 也不一定百分之百的正确啊 这默契的一些考虑 下面还是推灯取错 请您再脉上请讲 师兄们好 墨学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刚才听师兄讲的这个讲座里面呢 谈到了所有的这个能想起前世的这些个案例呢 墨学注意到好多好像是在都是这种突然死亡 或者是有意外死亡这种情况导致的 在意外或恒死这种死亡状况的 那为什么会投身呢 刚刚也稍微提了一下 就说是不是因为他们心中充满了这种 害怕憧恨等等 导致他们在回来做人 这很难讲 那至于有没有说正常情况下 去世在回忆前世的呢 当然是说小孩子是没有 可是像大德们假如可以在这个 残定的状态下是可以回忆前世的 只是说这些小孩子是因为他们这种 突然起死气的状况 使他们可能是某种业力的牵引 就在重新投身 而且他可以记得前世 那那个我记得有个 好像词上是说 以前前生行善不失过 所以今生就比较容易回忆前世 那能不能回忆前世 也是跟我们生理的气脉明点 什么各种结构也是有关系 这很难讲 所以这个问题 穆杰猜一定是有的 可是就说也许还没有问到 这样子 也可以就说有残定来回忆前世的 其实我们大部分人 我们大部分人回忆不起来前世 这个记得有一部佛经里面讲过原因 其中讲了好几个原因 目前因为没有 当时看过后来没有再找到 他其中讲的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会不记得前世 忘记前世呢 就是记得有一些原因 是在经历中阴的这个过程中呢 在中阴的经历呢 会导致我们忘记 然后还有就是住胎的期间 和出生的时候 这个过程当中的痛苦呢 会让我们忘记前世 然后 然后就是当出生以后呢 越来越长大的时候 外界的这些和色声香味 这些呢 就是让我们也是见了以后 会忘记前世 所以呢 是不是墨学考虑啊 分析一下 那个可能前世突然死亡的当中呢 有一些他会不会是 这个中阴经历的时间比较短 他可能 就是很快就逃生 那这样的话 他可能会还记得前世的 这个可能性会比较大一些 其实关于回忆前世 墨学导致的问题 因为墨学觉得 其实一望前世 也不见得是个坏事 因为假如我们生命这么多 我们做过这么多的事情 好事坏事 尤其是坏事 一直想起来 那我们不是被这几千人 这个被包覆吗 也是蛮痛苦的 那有个法师也说 这个忘记前世 其实是我们自己 保护生命的一种 一种机制 就说 就说我们至少所以 相当比较 不是说completely clean 就是cleaner slate 这样子来开始我们这个精神 那不过好像很多大德的法院 又说因为我能够这个记忆前世 譬如说普贤行愿品里面 也有 那墨学想可能是指说 前世所学过的佛学 不要忘记 不一定说各种 做各种生命 各种 当然也是说 能够由前世来提取 做今生的经验 可是就是说 那个也是因为 其实我们也很难 这个习气很难改 早就没有认识这个改过了 还是会这样一直轮回下去 这样子 所以回忆前世 忘记前世 也不见得是完全坏的一切事 那要回忆前世 最好一次selectively 不是乱七八糟也都回忆起来 至少说能够在那边 take some lesson 各位师兄好 墨学有一个提问 请那个袁洪师兄 从科学的角度 帮墨学分析一下 然后有一个分享 墨学先说一下提问 是这样子的 墨学自己呢 有过几次理体的体会 真实经历的 那么有一次理体的时候呢 墨学把简约的讲一下 就是有一天晚上呢 就是墨学非常不想做一件事情 然后就是非常非常的 不愿意做一件事情 然后这个时候突然就理体了 理体了以后呢 我就是在空中 自己在空中 看着自己的身体 然后做整个事情啊 那事情整个事情 就是那种那种那种男女之间的事情 那事情结束以后呢 又回到自己的身体 这个时候呢 就是发现了 整个过程其实都是看到的 但是呢 就是自己的身体呢 没有这个记忆 没有这个事情进程中的任何的记忆 那这个不是问题 问题呢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墨学看到就是 自己躺在床上 然后呢 在床尾有七个字极 五个还是七个 我已经有点不太记得清楚 因为时间过去蛮久的了 有七个字极 大概高呢 就是在一尺左右啊 一三十到四十公分这样子 主要七个 都是呢 那个天蓝色的 然后呢 很奇怪的 墨学知道 有一个字极 其中有一个呢 就是这四的字极 是特别 就是蓝的比较深 比较色彩比较明显 另外六个呢 还是四个 就是比较淡 这样子 那从科学这个角度来讲 这是什么现象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墨学也是有一次离体的时候啊 竟然就是在空中 看着自己上厕所 上完厕所以后 回来躺在床上 然后看到我先生啊 突然看到我先生 他是就是秦国的时候 兵马俑时候的一个士兵 当时的一个士兵 那这种现象 这个从科学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是怎么可能会知道 他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个事情 第二个 还有墨学有一个分享 因为因为这个分享呢 因为这篇 这篇是亚青寺的 袁诺斯写的一篇 一篇真实的一个记载吧 墨学看了以后 还有周边的有几个人看了以后 真的晚上都睡不着觉 对于我们在学习佛法修行的人来讲 也是比较有那个 有触动的 他也是讲到转世 墨学跟大家分享一下 念一下 袁诺斯的这篇文章 亚青寺以前有一条狗 听到吹海螺的声音 他就去撞墙 撞得血淋淋的 他就去自杀 后来上师说 这是亚青寺的一位修行人 他前世没有好好修行 结果堕落为狗身 每次听到海螺声 他就想起自己的前世 他就伤心的去撞墙 去自杀 后来那条狗撞墙自杀死了 我们现在获得人生 不经济的文师修 又和佛法结果缘 如果堕为旁生 那就像那条狗 每次听到海螺 就想起自己前世 成为修行人 就拼命去自杀 到了这一步 可怜不可怜 詹亚青 求完翘诀 拿到上师的许可证 通过很多审批手续后 就可以获得上山的资格 大家都是排队去上山 去秘密的修法 当时我排队时 就看到有些狗 从来都不肯在外面走 一定要和我们一起排队上山 我当时心里特别难受 我不觉得那些狗 是从其他旁生转身过来的 那些狗给我的感觉 他前世是一位修行人 甚至是修过这个法 因为他死去都要和我们 因为他死过都要和我们排队 根本不肯在外面走动 如果我们修行修得不好 变成狗的时候 还拼命的和出家人排队修法 那个时候太可怜了 那个时候也太晚了 我真的很痛心 我看到好几条狗 都和我们拼命的排队 我们有机会修法死 还是珍惜吧 如果不小心照了恶业 堕落恶去 真的是很可怜 很可怜的 别以为所有的旁生都没有记忆 我见到过太多太多有机忆的旁生 堕落到这一步时 他们只是没办法讲出来而已 以上是袁诺斯写的一个文章 莫学非常感恩袁诺斯 好 莫学下来 阿弥陀佛 感谢原被师兄的分享 不过莫学很惭愧 您问的问题 莫学也不一定能够回答 那您说你在睡觉的时候 感到自己的身体 自己的形式 离开身体 到空中看到自己的身体 那莫学也不是 就是说知道这个所谓的 autotabotic experience 有的人是本身有这个能力 刚刚那个Dr. Charles Todd 他的case 他是说有一个 有一个女性 他自己说他常常可以离开这个身体 所以他做Dr. Todd做实验的时候 就让他睡在实验室 然后在靠近天花板的地方 用那个computer打出了这个五位数字 那这个机率随便猜中是很少的 可是呢就是到了晚上他睡觉的时候 他第二天可以把那个数字很准确的写出来 也就是说他的身世是真的离开身体 因为那个那个地方是 就是说一定有一些帮助才能到那个高度去看到的 所以这个是 不是生病 不是依照这个平时状态 可以有理体经验 有理体经验的人 那自己那你那块块为什么会离体呢 这个也很难讲 是不是是不是说这authentic 这个真正的一种离体经验呢 或者是因为你心里有种排斥的作用 而是所引起的心理反应 因为我们的心也是很tricky 有常常会可以说也是这个心的力量很强大 像照这个画马的就可以看着自己 就是别人看见他已经像马的形状一样的 所以你假的心里很不愿意的话 不晓得这个是怎么样的心理状况 目前实在也很难回答 也不是心理医生也是没有资格回答这个话的 那至于说您看到这个床尾七个字 高医师那你这个现在听起来是很像 out of the body experience 那你觉得有什么 有什么lesson可以gain from it 是不是觉得这是要告诉你什么事情呢 那墨西大爷只能回答这一点 不晓得其他师兄有没有更好的回答 不好意思 不过您说的这个在雅清室 墨西听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心惊肉跳 其实转身的旁生例子 腐蚀都有 尤其到寺院的那些旁生 也不是随随便便到那里去的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自己警戒 祈祷上师三宝 阿弥陀佛谢谢 好的非常随喜两位道友 我最看到有一个一道友问 说是这个您刚才讲的 关于病死研究的案例 是不是符合双盲随机可重复的标准 阿弥陀佛这个实验大概不太好做吧 双盲随机 第一这个平死经验都是在这个很紧急的状况下发生 要怎么样找到这个随机对应的实验呢 这个可能也是至少目前知道没有这个情况 没有这个 唯一的像那个Penval 没有的实验 它是因为它是心脏科医师 所以它可以接触到这些平死病人 那这个Penval是因为它要开刀 所以有这个monitor 真正这个做这个双盲随机 这些眼镜墨随机也做过这些事情不是很好做的 一定要找到正确的 顾墨随倒是有个幻想梦想 就是说现在这个 这个什么Virtual Reality 这个Machine这么发达 好像也有人在设计 就是说你戴了这个眼镜 你就可以有这种立体经验的感觉 可以你复你的brand 让你觉得你有这种立体经验 那这个 不过他们所看到 能看到的也只是说 怎么说呢 也许他可能不只看到 看他的机器有多大的力量 墨学导师想说 希望这些做V 这个Virtual Reality 可以设计出一套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阴身的状态 那我们就可以温习一下 中阴身的各种境界显现出来 可以自己familiarize这个情形 不晓得也许有一天 有人会做出这种东西 人生难得 非常感谢师兄的解答 那么所以看有的道友说 怎么证明新时转身到其他道的 还是自己的新时 这个的话 我们下一次的那个 那个专题 会从道理上推的时候 可以 应该可以解答这个问题 那他也是说 人生难得 为什么人口越来越多 其实我们这个 人跟 比如说别的道吧 就光这个旁生大的 这个数量相比的话 我们人是非常稀有的 比如说 就墨学家里面几口人 然后后院的话 如果看那个地上 数有多少昆虫的话 成千上万都是数不清的 非常多的昆虫 那这样的话 光是一个小小的这个地方 人都是这么稀有 所以我们即使是人 从十亿变成二十亿 变成五十亿 甚至变成一百亿的话 那这个跟旁生的那个量相比 还是非常稀少 所以在这个暂时的时间当中 比如说有其他道的 或者其他世界的这个众生 投生到我们这个地方 成为人的话 那在我们这增加个几十亿的话 其实也还是跟这个 其他不是人的这些众生相比 还是非常稀有的 那这至于是不是 有的人有轮回 我自己有没有轮回呢 这个应该也是下一次的 我们那个推理 推理前程后事 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这个时间好像过得非常快 实际上在这个工程上 打的问题也是蛮多的 然后 那还有实际说 是不是五蕴当中的 有一蕴就算有 那倒不是 因为这个蕴的话 有色受想行使 其中这个身体 如果光有色法 没有心识 还是不是的 就像植物就是这样的 那五蕴不全的 可能到 当然这种也有 比如说像无色界的众生的话 他们一直是在这个 安住在阿拉耶识里面 也没有色身 但是所以呢 最关键的这个是 要有心识 才是众生 那这个心不在内 不在外的话 那怎么成立 心识和身体 是能以所义的关系 这个里面有 暂时和究竟的两个层面 那在暂时的层面里 我们把身体 这个物质和心 作为两个对立的东西 承认这个的时候呢 可以说心识和身体 是能以所义 但如果在究竟分析的话呢 外境是不存在的 它实际上完全是 我们心识化现的 就是在维时的层面 那这个如果完全是心识化现的话 心识的确它本身是找不到 形状颜色大小 也没有内外 而且它就是明知 而又能够显现一切玩法 所以这就是这个 要我们认识新的本性啊 就可以脱离轮回 那如果要说是不限于地球 因为像佛经里面讲的的话 东南西北上下呢 各个方向都有无量无边的世界 还有像地藏经里面也是讲到 比如说逃生到地狱的众生的话 他们经常是这个世界坏掉的时候 还会转转到其他世界的这个地狱里面 然后再如此不断的转转 那么这个世界在重新形成的时候 它还会再回来 就在这个无间地狱啊 这个经历的很多机会是怎么转 所以就说不限于地球 你说大全世界除了人 还有什么众生是要佛独化的呢 的确是所有的众生 都是佛独化的这个范畴啊 还有那个元吉师兄问 不单那部电影的名字是什么 那是少光师兄刚才讲过的一个 那个巴斗吧 叫中阴是吧 那个英文叫巴斗 翻译过来叫中阴 假论要打那个YouTube 打巴斗 最好打一个button这个字 不单这样就比较容易找出来 因为巴斗还有其他别的东西 打两个字 那怎么证明心事在身体内 这个就是刚才暂时讲的 暂时来讲的话 它是这个 有所谓的关系 有所谓的关系的话 就是暂时的层面 实际上究竟的话 的确是因为我们看不到内障 就是通过这种分析会发现 实际上万法抉择为心 而心又抉择为离析 这是我们这个 尼玛巴的非常殊胜的窍诀 好 那么就看那个 麦上也有两位导演 也请朱烈导演来讲话 我现在有声音了 不好意思 因为我不太习惯 刚刚要抢卖不知道 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曾经被催眠到前世的经验 因为那时候呢 大概在二十多年前吧 然后有一个经验回到台湾去 刚好有一个朋友 他在学催眠 催眠治疗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的老师能帮人家催眠到前辈子去 所以我那时候非常的好奇 然后我就说 那你可以带我去见你的老师 然后让他帮我催眠看看 可是我见到那个老师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你这样子随随对面催眠 没有任何的意义 他就说 他就跟我聊了蛮久 大概聊了两三个钟头 他就说我发现你有莫名的恐惧感 那我们这样子好了 找出你莫名恐惧感的原因在哪里 所以他就帮我做了催眠治疗 那事实上 我那时候的 讲一下我那时候的精神状态 就是可能二十年 几年前碰到了一些问题 自己的身心可能比较低落 那也会有点沮丧 甚至于有点类似忧郁症的感觉 所以后来那老师帮我找出问题以后 他说我们针对你的这样子的问题 帮你去做催眠好了 我们找出你的原因在哪里 你的恐惧感在哪里 那他就帮我催眠到我的前 一千五百年前 所以我像我也不知道 讲实话 我一直到这个整个的催眠治疗 结束以后 我问了老师一句话 我说我看到的所有的画面 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因为当我们要进入到催眠状态的时候 就像公平上现在打的这个图画一样 真的就是万种的光彩 然后像一个漩涡一样 到最后好像你被吸入 突然吸入到那个隧道里面去 然后当催眠治疗师跟你说 要你到什么画面 你根本不需要不加思索的 那个画面就像换灯片一样 一个一个一个的换 你没有思考的能力 就是你没有思考任何思考的空间 他可能说我要你回到你两岁的时候的画面 他擦那个画面就换了 我要你回到出生前多久多久多久 那个画面是你根本没有思考的空间 然后他的画面就这样子一直一直换 所以一直到整个的 可是当你在被催眠的情况 就是那个当下 你回到他要你到的那个年代 或者那个时候 你的心境马上就是 那个人的当下的心境 是很悲伤的 然后你可能会哭 你可能会就是很悲伤 很犹豫 这个心情的转换会跟你 他要你到那个时候 最后他终于找出我的问题了以后 他帮我做了一些资料 然后再回来 我甚至于回 透露一下 这比较好玩的是 我在我的1500年前当中 他不是一世一世顺的下去 他是用跳的 所以我在我1500年中间 有一世我曾经是个猴子 是在丛林里面的猴子 那其他的都是为人 那我也不知道 讲实话 我一直到现在 我不知道我要不要去相信 这个我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事情 就是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催眠治疗 我问老师 我就问老师说 我所看到的所有的画面 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老师回了我一句话 他说你不要问他是真是假 只要今天这个过程 对你将来有帮助 他就好了 所以后来经过这个事件以后 我干嘛没有把它放在心上 因为我觉得不是真正的很尽兴 因为我总觉得 这是不是潜意识 是曾经看过什么画面或者干嘛的 所以才会产生这些 像幻灯片的画面在自己的脑子里面 那后来一直到 我做了那个治疗以后的隔一年 我自己再回头看我那一年的 心境跟转变以后 我发现确实有很大的不同 在潜移默化当中 所有的思考 本来是完全极度负面的 然后慢慢变成 可能再回头再看那一年 我发现我自己变成一个非常正向的人 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很正向 所以一直到大概十年前 我自己也去学了催眠治疗 但这个学是要帮助自己 就是常常要放松 至于讲实话 我一直很想问师兄是 我看到的画面到底是真的 是假的 不过我也相信 如果说以这样子的经验来看 如果是真的话 我会非常的珍惜 我们人生难得 因为毕竟真的 累生累世这样子累积下来 如果真的 我们是一直经过这样子无数的轮回的话 那我有这么多辈子 我能当做人 而且整个的过程看起来都还不错 只有一辈子是猴着 所以我是觉得可能在文师修上 我常常会怪我自己 就是参为我自己 在文师修上面不是非常非常的精进 可是我相信我自己有发一颗非常大的菩提心 对其他的众生 不管对旁生也好 对朋友 对身边周遭的人都非常的好 OK 上面是我的分享 谢谢 非常感恩周遥师兄的分享 目前还是头一次听 一个人来亲身的讲 这个被催眠的时候 当时这个亲身的经历 真的是非常的受益 也是很随喜您对众生的悲心 那下面那个少杰倒也在脉上 阿弥陀佛 非常 非常感恩 大家分享都特别棒 阿弥陀佛 那我是不知道我来的有点晚 我不知道大家之前就是有提到过那个死亡瑜伽的部分 就是修行人死亡瑜伽的部分 那么就是有一种特殊的修法就是通过在世的时候模拟死亡的过程 那么呢特别的还会修一种祝新法 那么呢现在修成就的历史上就是 他差不多也有几十个人吧 三十多个人 那么这个科学家也是非常的感兴趣 可是因缘条件很难的聚合啊 因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嘛 据说在达兰萨拉那边还摆了一些仪器啊 像这个Wisconsin大学的Richard Davison教授就是他是心理学的主人嘛 那么他也是相对比较早在西方研究禅定的 像研究用那个Functional MRI和脑电来研究 后来就是像明州仁波切啊还有Macho仁波切这批的大的禅师 那么他们都是在他那边做实验的 那么他也带了一些仪器去 那么诸心法的话就是在人要临终的时候 他通过死亡的就是他平时也是这样修 临终的时候也是这样修 那么所有的身体心脏也不跳动了 然后脑电波也没有了之后呢 那么身体还跟生前是一样的 据说是他用这种方法让心安住在中脉 那么心时还没有离开 所以能够支持身体相当长的时间 甚至达到一个星期一个月这样子很长的时间 那么这个科学家非常的感兴趣 那么据说也Case很少 但是这个应该是可以重复去研究的 也符合一些科学的这个 三什么双端上忙的这样的一个 但是就是Case非常的少 那么呢据说有一例的Case 在达兰萨拉或者附近的话 那么去研究的当时白天就是很多的宗教徒去磕头 晚上门关起来就在他头上装脑电机 曾经有过这样发生的事情了 我不知道可能我们有一起学习的 有学科学的或者心理学的 对这方面有没有一些了解 我所这样的一个分享 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阿弥陀佛 好的非常随喜少爵大爷的分享 也是非常受益 其实现在这个方面的研究 应该说是非常多的 刚才提到的 比如说催眠看到的这个画面 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这个从那个有一些 墨学也是了解到 有一些人对一些催眠 他说出来的这个 说自己前世的情况 但是也有一些他查不到 或者查对那个 就是这个和事实不符合吧 也有这种情况 但墨学的理解呢 应该说是 就像我们做梦一样 做梦的话呢 这个出现的画面呢 可能很多是我们一些 这个胡思乱想的 或者是有所思 也有所梦出来的景象 但是呢 也有一些梦呢 是前世的记忆 也有一些梦呢 是比如说这个病患的这个因缘 或者说是 甚至有一些对未来的一些 预见都是有的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梦境 其实也是有各种各样的状况 催眠的话呢 也应该是各种各样的状况 因为从这个佛法来说的话呢 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个眼前 就是我们认为真实的 现在这个显现 其实也是我们阿赖耶识的 习气成熟而出现的 那么在催眠的过程中呢 就是一种深度的 比较寂静的状态的话 那么我们这阿赖耶识的种子 也会翻出来 各种各样的状况 但其中肯定有很多 这是前世的经历 也有一些呢 就不一定 还有上师默契人呢 也回答过一个人的问题 默契康是哪一次的一个问答 有一个人问上师就说 这个催眠能够回忆前世 那说是 是不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来让人回忆前世 那上师当时 也说这也是可以 也是一种方便的方法 并没有遮止 但是呢 可能也并不一定说是鼓励我们去 完全都按这种方式去回忆 因为毕竟我们知道有这个轮回 那我们把握当下 跟随上师呢 好好地学这个法 一直以为巨德上师 好好地修行 要不然的话 这个未来的生生世 确实是自己没有办法把握 好 那我们这个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 现在已经超过了十几分钟了 那听袁洪师兄的分享 还有各位道友的分享 真的是非常受益 那我们呢 也是非常感谢 上师三宝的加持 也非常的感恩 镇定法师 理事会教学所的支持 还有就是少帮师兄 袁洪师兄 这个非常充分的准备 涉及大量的资料 结合佛法给我们 讲的这个非常精彩的 这样一个演讲 也感谢其他袁和师兄 袁景师兄 刘展号师兄 等等 很多师兄对我们这次研讨会的支持 那我们下一次的这个呢 就是会从这个理政上来分析 也是到时候欢迎大家再回来参加 关于这个PPT的话 那个链接目就会发到群里面吧 然后那我们就今天就这个研讨会呢 就大致结束 我们做一个回向 让我们把今天这个功德呢 回向给一切父母有情 让他们暂时获得人体安乐 究竟获得无上法果 好的 那我们也请袁景师兄播放一下回向 也请少光师兄下课 那个群的话 那个群号好像已经满了 他那个依靠扫描码进群的话 进不去了 那这个PPT的话 可能倒是询问一下其他道友吧 我们或者通过email来分享也可以 好 那个还忘记吧 那我们先请那个镇定法师 给我们做一个这个总结 阿弥陀佛大家好 今天的这个烧光的演讲非常精彩 也举了很多的案例 也花了非常大量的时间 在做这么一个非常精彩的 也是很吸眼球的PPT 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 诸位来参加 诸位来参加这个 这次研讨会的这个所有的道友们 因为上次任波琪也说过 那个讲法者跟听话 听法者其功德都是非常之大 如果只有讲法者没有听法者的话呢 这个讲法也是没有办法承办 因缘无法具足 所以今天也非常感恩诸位呢 就是说从宝贵的时间来参与这次研讨 那么这个研讨呢 今天的这一期呢 只是我们这个系列研讨的第一个部分 那么通过这个第一个部分 其实我们需要真正确立的呢 是要承认我们是有前这个前身后世 那么成立这个论点最重要的目的在于哪里呢 我们自己是每一位在座的道友都要好好回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尤其是当年就是有很多的大德法师们 告诫大家 我们要怎样为自己的未来去做好最好的准备 那身为佛教徒的话 我们这个大家来参加这个学习佛法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这点我们自己要思考 那确定了有前世后生的话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给来世做一个充分的准备 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从这个话题向后延伸才能够给我们开启 我们这一辈子当中 在有限的这一个生命当中 应该如何去选择我们 对于我们来讲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最重要的课题 我们应该把时间花在哪里是最值得的 这些我们后续呢 都是会在后面的这几期的这个研讨当中 会跟大家做一些重点的精彩的分享 那么我也跟在座的道友们一起 拭目以待我们的第二期的展开 再次也非常感谢美国理事会 美国学修部 包括今天演讲的道友们 感谢你们花了大量的时间 给我们来了一场非常发喜充满的 一个精彩的一个课程 那好那我想今天就 因为时间也关系 美国这边也是夜深了 那么就请这个播放回向的道友来做一个回向 再次也非常感谢大家 期待我们第二期的研讨会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还是能够在一起黄举一趟 也能够吸引更多的道友来参与我们的第二期 谢谢大家 好的非常感恩 法师的开示和祝福 好那我们请严谨师兄来播放一下后面的回向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